徐紫瑶家庭背景罕见曝光 难怪能成为刀狼徒弟 连丁泰生都不敢对他说不字 怪不得一战成名 网友我们早应该猜到了 在华语乐坛 有一个名字是无法忽视的 那就是刀狼 这个来自西北的汉子 以其独特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 唱出了一首手动人心弦的歌曲 打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他的歌声 似乎有一种魔力 能指抵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引发共鸣 然而 在他的音乐生涯中 也曾遭遇过质疑和打压 甚至一度选择退居幕后 在这段跌宕起伏的经历中 刀狼先后收了两个女徒弟 一个是云朵 一个是徐紫瑶 如今 随着徐紫瑶真实身份的揭开 人们恍然大悟 原来云朵会沦为弃子 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云朵和徐紫瑶对比 云朵曾经是刀狼最得意的徒弟 当年 刀狼一听到他的歌声 就认定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 决定倾尽全力培养他 在刀狼的悉心指导下 云朵的唱功和台风突飞猛进 他的嗓音清澈空灵 似乎能穿透人的心灵 每次登台演出 他皆能凭借动人的歌声 将观众征服 进而博得振振热烈的贺彩 尤其是那曲我的楼兰 使他一夜窜红 鸣声响彻大江南北 备受众人追捧 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 然而 好景不长 2013年 刀狼遭遇事业滑铁炉 面对外界的质疑和排挤 他不得不暂时退隐幕后 专注音乐创作 惯常活跃于舞台的刀狼 此次所作决定无疑艰难异常 此决则于他而言 并非一事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 云朵提出要解约 刀狼虽颇感意外且心生悲伤 然而最终还是尊重了他的抉择 未曾料到 解约后的云朵竟可以与刀狼疏离 就连刀狼付出举办演唱会 他都未曾送上之言片语的祝福 这不免让人觉得他忘恩负义 公众形象大打折扣 人们开始怀疑 他的成功是否只是因为 有刀狼这个强大的后台 失去了刀狼 他还能走多远 与云朵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另一位徒弟徐子瑶 徐子瑶出身于音乐世家 且与刀狼存在亲属关系 据悉为刀狼的孙辈 其背景独特 引人关注 这层关系促使刀狼对他倍加腾熙 与音乐方面更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受 在刀狼的悉心培育下 徐子瑶的实力与舞台展现力迅猛提升 不久便出路锋芒 徐子瑶的爆红 源于他在刀狼演唱会上的惊艳表现 那日 刀狼与演唱之际 竟一度哽咽 情绪全然失控 这对向来沉稳的刀狼来说 实属罕见 观众皆为之动容 深深体悟到刀狼音乐背后蕴含的故事与情感 关键时刻 徐子瑶勇敢地接过麦克风 用高抗空灵的嗓音完美演绎了多首歌曲 化解了刀狼的尴尬 他的表现让全场未知惊叹 粉丝数也在一夜之间暴涨数十万 人们惊呼 这就是刀狼背后的女人 一个真正有实力 有担当的歌者 徐子瑶的成功 源于他多年的努力和坚持 生于音乐世家的他 虽拥有的天独后知优势 却未因此心生懈怠 始终秉持奋静之心 在音乐之路上砥砺前行 在刀狼的悉心指导下 他愈发勤奋刻苦 持续磨练自身记忆 力求真于至善 以实现更大的突破 每一次登台 都是一次自我挑战和超越 凭借不懈的努力和汗水 他一步步走到聚光灯下 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和喜爱 云朵和徐子瑶 两个女孩 两种命运 一个在刀狼最困难的时候选择离开 一个却始终不离不弃 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这背后 世人性的考验 也是一种选择 刀狼常说 音乐是他的生命 对于云朵和徐子瑶来说 音乐也许同样意味着一切 它不仅是他们的事业 更是他们的梦想和追求 在这条路上 他们都曾受到刀狼的指引和帮助 每个人的生命中 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选择 有人选择了利益 有人选择了信念 有人被诱惑所获 有人却始终保持本心 云朵和徐子瑶 就是两种选择的代表 他们的故事 也许会让我们反思 在名立场中 如何才能守住自己的初心 走好自己的路 无论是云朵还是徐子瑶 他们都曾是刀狼的徒弟 都曾在刀狼的帮助下成长 但最终 他们的人生还是要自己把握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道路 但也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刀狼 云朵 徐子瑶 三个人 三段故事 交织成了花语乐坛的一段传奇 他们的过往经历 使我们洞悉了人性的繁复 一领略到音乐所蕴含的力量 这二者交织 令人感慨万千 于这纷繁尘世中 音乐仿若心灵的安抚记 赋予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 点亮我们内心的希望之光 愿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人生路上 做出正确的选择 坚持自己的梦想 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也愿音乐永远陪伴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希望 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相比之下 云朵在解约后的种种表现 难免让人觉得他有些不懂感恩 作为刀狼的徒弟 他理应对师父怀有一份 精忠和感激之情 毕竟 正是刀狼的悉心教导 才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歌手 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然而 他却在刀狼最困难的时候选择了离开 甚至在刀狼重新出发时 都吝啬给予一句祝福 这样的行为 无疑伤害了师徒之间的感情 也让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人们开始质疑 他的成功 是否只是因为有刀狼这个强大的后盾 没了刀狼 他还能走多远 云朵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 开始频繁地在公众场合提及刀狼 试图修复自己的形象 但在许多人看来 这样的行为未免有些虚伪和做作 当然 外界对徐子瑶的评价也不全是一枚之词 有人质疑他的实力是否真的能与刀狼相匹配 毕竟刀狼在歌坛的地位和影响力是无可替代的 也有人认为刀狼的歌曲本就感染力十足 不需要别人来帮衬 但不可否认的是 徐子瑶用他的实力和努力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他在舞台上的表现 那骨子敢于挑战自我 勇于承担责任的镜头 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站在当下这个时间点回望 云朵和徐子瑶这两个刀狼的徒弟 无疑走出了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 一个貌似忘恩负义 渐渐淡出大众视野 一个则经验亮相 人气飙升 这其中的反差 不禁让人感慨万千 有人说 这就是人性的悲哀 有人却说 这恰恰是一种因果循环 是对善恶的最终回应 在娱乐圈这个大染缸中 诱惑和挑战无处不在 有人经受住了考验 有人却在名利的诱惑下迷失了自我 云朵与徐子瑶 恰为两种迥异命运的典型代表 他们一个如何 另一个怎样 展现出命运的千差万别 对于徐子瑶来说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个浮躁的乐坛 想要立足并不容易 他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 以更多优秀的作品来回应质疑 赢得大家的认可 但相信以他的才华和努力 定能在音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他的故事 也许才刚刚开始 于未来时光中 他仍将邂逅诸多挑战 亦会迎来众多机遇 其前行之路 充满未知 但已蕴含无限可能 但只要他始终怀揣着对音乐的热爱 坚持自己的梦想 相信他一定能创造出更多的奇迹 而对于云朵 他的故事也许还没有结束 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番风顺的 跌宕起伏才是常态 或许他只是在追寻自己的梦想过程中 一时迷失了方向 希望他能从过去的经历中汲取教训 重新出发 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回到大众事业中来 毕竟每个人都值得拥有第二次机会 只要他能真诚地面对过去 重新找回初心 相信他也能重新赢得大家的喜爱和支持 刀狼这个话语乐坛的传奇 用他的音乐和他的故事 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他的两个徒弟 云朵和徐紫瑶 也都在他的影响下成长 尽管他们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但相信在音乐的道路上 他们都会继续前行 用自己的方式 诠释生命的意义 刀狼常说 音乐是他的生命 对于云朵和徐紫瑶来说 音乐也许同样意味着一切 它不仅是他们的事业 更是他们的梦想和追求 音乐是一种超越语言的交流方式 它既能抚慰心灵 给人温暖与慰藉 又能激发干劲 为人生注入蓬勃动力 引领人们勇往直前 追逐梦想 成就非凡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音乐的陪伴 需要那些歌者用他们的歌声 带我们走进内心深处 触碰灵魂的最柔软之处 刀狼 云朵 徐紫瑶 他们用音乐诠释着人生 也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 刀狼 云朵 徐紫瑶 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而我们每个人的故事 也都在生命的长河中缓缓流淌 愿我们都能在音乐中找到慰藉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愿音乐永远陪伴着我们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希望 让我们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